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能自如地坐在纯与敏的身边 可是 当陆毅说完后 惊吓只觉得别扭万分 她看得出来 纯与敏虽然喜欢看单美剧 但是却是一个正常的女孩子 然而 陆毅的话却依旧对惊吓产生了影响 她可不想去惹那个脑洞大开的人 她虽然回到了纯与敏的身边 但是却不像刚才那般与她亲密无间 惊吓心中暗道 该死 都是陆毅那四害的 弄得她坐立不安 惊吓斜眼看了一眼陆毅 果真她一直在盯着自己看 那眼神仿佛在告诉自己 离我妹远点 哎 惊吓忐忑的小心脏呀 被吓得上蹭吓跳 所以 每当陈于敏靠近自己的时候 惊吓便偷偷地描一眼陆毅 果真看见她脸色越发的难看 哎 嘖嘖 男人的脑回路呀 不忍直视 陆毅惊吓唱情歌 淳于敏和惊吓在KTV里面唱着歌 敏儿擅长唱甜甜的歌曲 惊吓擅长唱摇滚一点的歌曲 两个人你一手我一手 倒是开启了卖爸的模式 陆毅一整晚 充分地体现了什么是陆丁丁 而陈福 则是一脸茫然地坐在那里 也不知道陆总到底是怎个意思 夏爷 有一点心动 这首歌 你会唱吗 淳于敏问道 会呀 惊吓如实地回答 那咱俩一起来个情歌对唱怎么样 你唱男生部分 我唱女生部分 正好我高音有些不熟练 你还能帮我一下 淳于敏嚷嚷着 Hola 惊吓起身去拿麦克风 来到淳于敏身边 准备开始唱歌 正在此时 陆毅走了过来 抢过来淳于敏手中的麦克风 不悦得道 不会唱 还唱什么 我和他唱 淳于敏不悦得道 不会才学吗 陆毅给了 曾福一个眼神 曾福不懂地看着陆毅 陆毅再一次给他一个眼神 让他弄走淳于敏 这一次 曾福才反应过来 拉过来淳于敏 无奈 得道 敏儿 咱俩玩游戏 淳于敏觉得也不错 便不再缠着惊吓唱歌 而惊吓呢 看着陆毅紧张的样子 不禁觉得好笑 至于吗 可是 当情歌响起时 两个人唱着唱着 却有些不好意思了 惊吓看着陆毅 唱歌的侧脸 觉得他长得还真是帅 没想到他声音还如此好听 还如此会唱歌 这还是惊吓第一次听陆毅唱歌 他感觉自己被眼前这个男人给迷惑住了 而这一句句歌词 仿佛正唱出了自己的心声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 该不该再继续 该不该有回忆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 一点点迟疑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 人最怕就是动了情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 却陷入爱里 两个人唱着唱着 情不自禁的偶尔对视一眼 不知是喝酒的原因 还是酒不醉 人人自醉 两个人都有些迷离了 诱惑者这首歌 唱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心声 到底什么原因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只知道陈福一边帮陆毅 挡着假想情敌 一边吃着狗粮 时间实在是难挨 陈福的无奈 今夏和陆毅唱完情歌后 淳于敏开心的鼓掌 称赞今夏唱得好 他提议自己和今夏一组 让陆毅和陈福一组 分成两组进行比赛 当然这个分组陆毅自然是不同意 他不但不同意 还给陈福眼色 让陈福支持自己 陈福只能主动请英 要求和淳于敏一组 无奈淳于敏死活不答应 陈福只能现场挑战 一首高难度的歌 征服淳于敏 将今夏成功地还给陆毅 陈福算是看出来了 自己原来是帮陆总来追击的 就这样在陆毅的授意下 在陈福的暗箱操作下 今夏和陆毅一组 陈福和淳于敏一组 开始了K歌比赛 陈福和淳于敏一首 接着一首地唱着 陆毅只觉得无奈 是他落伍了吗 居然都没有听过 可是相对于陆毅的无语 今夏才是真正的抓狂者 陆毅刚才高歌一曲 今夏还以为陆毅是一个王者 正为自己和他一组而暗暗高兴 可是谁能想到 他居然是一个青铜 今夏拿着手机翻阅了好几首歌 陆毅居然都没有听说过 哎 可是这些都是最流行的歌呀 今夏忍不住嘟囔道 本以为是王者 没想到是一个青铜 陆毅突然间看见了琵琶行 便对今夏道 唱这首吧 今夏道 陆总 你确定 陆毅道 嗯 今夏本以为会很滑稽 没想到陆毅倒是让今夏刮目相看 唱出了那古典的韵味 不过双方对阵下来 今夏和陆毅终究是输了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陆毅会的歌太单一了 很多流行歌曲都没有听过 淳于敏嘲笑自家哥哥 可以与老年人有的一拼了 再一次地证明了自家哥哥的无趣 当然 陆毅自然心情不悦 一起过元宵节 唱完歌 天已经很晚了 今夏要打车回家 却遭到了淳于敏的制止 他笑着道 夏爷 这么晚了 还回什么家 明天是元宵节 我们一起过吧 今夏看了陆毅一眼 立刻拒绝道 不了 不了 我还是回家吧 今夏心中暗道 小祖宗 你可别和我放电了 你在接近我下 你哥哥都要把我吃了 淳于敏道 一起过吗 哥 你说好不好 今夏本以为陆毅会拒绝 没想到陆毅会说了句好 天呀 今夏凌乱了 这不会是场鸿门宴吧 正当今夏左思右想的时候 陆毅突然间在他耳边轻声道 元宵节 阿姨会和你视频聊天吧 陆毅的一句话 立刻提醒了自己 对呀 自己怎么把这茶给忘记了 看来 去陆家过元宵节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作用 今夏就这样被骗到了陆毅